好,那今天的介绍完我自己之后 我想跟各位聊一个东西 那我通常呢,就是开学的第一天 会跟各位聊一些跟课程 比较没有直接相关的东西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期中考后,打完 就是改完成绩的后面的那一周 可能会跟各位聊一下 比较没有相关的东西 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学程式的人为什么要学数学 这次你念维基分的时候 如果是资工系的一定会有个这样的问题 那既然各位现在 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程式 也不会数学 所以就没有关系 但是慢慢等到你会一些程式 你就会问这个问题 那或者是你会一些数学 你就会发现说 OK,那跟程式有什么关系 你会感觉到怪怪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讲的是这个 那我想请问大家 你对程式有没有概念 那写程式需要什么 零与一好像有同学讲零与一的 其实零与一是组成电脑的基础 写程式确实是零与一 但是你有用零与一写过程式吗 各位应该没有,对不对,我有 我自己设计的CPU我要设计它的指令集 我要设计它的指令集 我要能够自己写出那些零与一 所以零与一确实是电脑的基础 但是你写程式的时候会用到 零与一的机会大概就只有 你自己设计CPU的时候比较会用到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写程式不需要零与一 其实是一种逻辑能力 但是这种逻辑能力呢 跟所谓的逻辑学这门课 其实是不相干的 逻辑学上面它会说 逻辑就是若P则Q 非Q那就是非P 翻成中文是这样 这个各位有学过吗 有吗 这两个是等价的 如果你把它的true force true force这样子列出来 你会发现它两个表是一样 但是首先你要先知道它的定义才行 你知道它的定义你才可以办法列出 写程式真的需要 刚刚我们讲的若P则Q非P 非Q则非P这种东西吗 如果你问一些很会写程式的人 他们应该会告诉你不需要这个 他就是写啊 他会写啊 但是你说你说他一定逻辑很强吗 不一定 所谓逻辑很强是什么意思 是逻辑学很强吗 还是他的思考逻辑很清楚 如果说的是思考逻辑很清楚 这件事情 那写程式确实需要这一个方面的能力 所以写程式的人需要的是思考逻辑很清楚 而不是逻辑学很强 所以你不要为了学程式然后说 我去修逻辑学 那是不相关的两件事 所以你不用PQ也可以活得很好 那写程式到底需要什么 其实你问很多人他讲不出来 后来你问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一句话就回答你 刚刚我们讲到写程式逻辑要很好 可是所谓的逻辑是指你的那些推论 组合那种能力 就是说很清楚的逻辑 脑袋很清楚 这件事情对写程式是重要 所以你如果会发现自己喝了一瓶高粱之后 再来写程式 你隔天看那个程式 你就会发现我到底在写什么 那时候就是脑袋不清楚 那有时候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那什么样的人特别适合写程式 各位有没有碰过 就是说你的周边的朋友有很会写的 然后他有什么特质 各位慢慢的要碰到 比如说以我们系上好了 目前的话可能是黄建廷比较强 黄建廷三年级的 他有什么特质 思考很清楚 或许 还有什么呢 他那个人也不太讲话 或许 不太讲话跟写程式有关吗 搞不好还真的有关 那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去参加那个城市的研讨会 conference或技术大会 google的IO技术大会 或微软的 你会发现如果你去参加 参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望去 全部都是男的 几乎都是男的 偶尔看到两个女生可能是招待小姐 然后呢 真的很难得就看到了 有几个女生 她真的是城市设计人 但是很少 这个领域 我不能说绝对 但是真的就是重男情女 男生很多女生很少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真的我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男生的大脑 跟女生的大脑是不一样 各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从解剖学上来看 男生的大脑呢 左右脑之间 几乎都是分开的 中间几乎没什么连结 只有很小小一段 小小一段的连结而已 很细 但是呢 女生的大脑 左右脑 之间的那个连结很强很多 这代表 女生其实是一种 左右脑 之间沟通比较完整的人 男生是单向度的 会偏一边的那种 他左右脑不太互相沟通 那各位如果有设立那种医学的书籍 你会发现 左脑和右脑的功能是不一样 OK 那左脑右脑的功能不一样 男生又是分开的 所以男生有一些其实是 他就只有左脑发达 有一些是只有右脑发达 那那些呢 逻辑脑袋特别发达的人 就会喜欢这个东西 那哪些人 逻辑脑袋特别发达 我没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我的经验是 各位可能想不到 自闭症的人 他的逻辑非常强 我曾经教过几个 近乎自闭的人 他们学程式一学下去 发现说 我找到一个天才啦 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有某种程度的自闭 那很可能你是这个领域的高手 但是不绝对 不绝对 我观察到的是这样 那很多城市很强的人 其实会有这方面的特性 0就是01就是1 中间绝对没有模糊地带 但是那种左右脑之间沟通很多的 为什么一定要是0 为什么一定要是1 不能有0.5吗 0.8不行吗 那但是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对城市的逻辑 他就会觉得 你把情绪加到一个机器里面 你把情绪加到一个没有情绪的东西里面 你就很难理解他的运作方式 你把情绪拿掉 你把感情拿掉 电脑就是电脑 1就是1 0就是0 OK 这时候你就可以学得进去 但是这点对很多女同学来讲 可能会难度比较高一点 尤其是当你有一天 你除错除到快崩溃的时候 那女同学可能都是 都是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好处就是 一群女同学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问那个 那个问这个 然后呢最后大家可能也学到一定程度 但是呢 男同学可能就是 不会自己硬干 弄不出来 继续 最后呢 放弃 好那这些人就学不会 可是呢 另外一群人呢 他不会硬做 想再做 他跨过那个门槛 然后他就会 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 这两种状况 其实都不是很好 你要学会要怎么做 比较好 一个办法是 你不要 你不要 也是要自己稍微硬干一下 但是呢 不要只是自己 当你真的 知道自己卡关 我就是过不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人 他有些男同学是这样 他证实能力很强 然后你去问他 这么简单都不会 然后 然后 那个人就 心里 很 对 就是 就是好像被 被损了 对 然后被损了 然后就觉得很挫折 以后再也不问你 然后 所以你可能 问那个 很强的 他反而 出现这种状况的情况 反而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讲的 对 就是 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啊 那个 更简单 困难 对他来讲很简单 对你来讲很困难 这是很正常的 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已 而不是 你能力好 就觉得 那其他人 我 我教你的时候 我态度就不好 这绝对是不对的 好 那 所以 如果 你今天 卡关了 碰到障碍了 我的建议是各位 第一个步骤是问同学 而不是问老师 但如果是在上课当中 你就直接问老师啊 如果是下课的情况 已经在宿舍了 回家了 你就问同学 先问同学 没有办法得到答案 来上课的时候 问老师或者是 真的没有办法得到答案 讯息给我 OK 当然也不要太多啦 太多我也回不完 好 那大概是 这个样子 所以你学的时候 请注意这件事情 你需要适时的得到帮助 不用觉得说 我问人家 好像就是我很讯 绝对不是 先来后到而已 好 好 所以每个人都当过城市菜鸟 我也是 25年前 我甚至 不只是不会城市 我进大学的时候 我甚至连电脑都没见过 我还是念了职工系 好 那 当然也是分数刚好到那里 可是 你学的时候 会有关卡 请你过去 那写城市的时候 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问老鸟 你就会发现 做一件事情 先把问题想清楚 什么叫把问题想清楚呢 有些人 把问题想清楚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爱 不爱 爱不爱 爱不爱 到底爱不爱呢 那个 那个不是城市的问题 那个想不清楚 什么时候呢 会想清楚 什么时候是想清楚呢 那 一个问题 你已经想到每一个步骤 我都应该怎么做 非常细节的东西 你都已经想到了 这时候就清楚 举个例子 我要判断一个数字 到底是不是植数 植数 怎么做 那你就要先回到植数的定义 植数是什么 没有办法被 除了一以外 其他整数 一和它本身以外 其他整数 整除的 就叫植数 好 这时候你写城市怎么写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有什么办法 去测试 除了一以外 一和它本身以外的 所有数 跟它有没有整除关系 那我就 把2到N-1 通通都拿去跟它做一次处法 看看余数是不是0 如果余数是0 那这肯定不是植数 如果余数都不为0 那这肯定是植数 所以 所谓想清楚问题 是想到这种程度 就是 我知道我程式该怎么写了 那就是想清楚问题 OK 有必要的时候呢 你要画图 刚刚那个问题比较简单 有很多程式没有那么简单 或者是你要画流程图 或画物件图 但是现在的 教程式大概都不会教这个了 所以我蔡克老师可能也不会从这边教 那 那你自己在碰到瓶颈的时候 要能提出来 然后呢 想清楚问题 想到很清楚 就开始写 一边写呢 就一边查API 什么叫API 韩式库 因为你写程式写 你们一开始写 几乎都不用什么韩式库 写久了就要很多韩式库 那一边写一边查API 或网路 从网路上面查韩式库 然后做一个动作就是 执行除错 执行再除错 这样的循环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做到你的程式跑出你要的答案 发现它正确 那你就完成你的程式 那这是写程式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会有一些障碍 什么障碍呢 你可能写不出来 一开始写不出来这个障碍 那等到你写得出来呢 写出来之后 你可能不能执行 不能执行是个障碍 编译就有错误 那就不能执行 编译没错 结果执行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错 那你就要想错在哪里 然后想错在哪里 想完之后干嘛 改程式 这叫除错 想错在哪里 改程式 这是除错 然后除完错呢 写好了 得再做一次 再执行 再编译再执行 如果答案还是不正确 那就再想一遍 哪里错 程式仔细看 哪里有问题 再做一次除错的动作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执行 OK 就这样循环 这是写程式的时候要注意的过程 所以 一般各位还没接触程式的人 你就会觉得 就是这样吗 没错就是这样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这样 每一个程式人做的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 那你需要学会什么 你需要学会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 稍微把它记下来 如果你上科老师的课 你上科老师的课 其实你要学会的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要告诉各位一个 一件事情是 最后两个 这个最后两个 机制在诗意语言里面没有 所以不用学最后两个 只要学前面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五个就好了 五个 还蛮简单的 但是当然也不止这些啦 比如说还有结构啊之类的 那主要的就这五个 主要的就前面这五个 那等到你二年级上视窗的时候 我就会教各位物件导向和错误控制 再补上这一段 好我发现有同学在抄就让你抄一下 其实不用也不用抄没有关系 因为我这个东西都有在网路上 所以我回去我就把这个东西的 网址贴到那个社团 你回去就可以看 那当然你抄下来也是好事 因为当你抄下来之后 可以帮助你记忆 那很多其实很会考试的同学都知道抄的好处 你用手写过一遍 你的脑袋就比较容易记住 好 那一般 有没有人还在抄 如果有的话 待会忘记再问我 我先举个例 城市跟一进来你会碰到一个问题是 有人写A等于3 然后你说A等于3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如果去问那个会城市的人 他一定会一头雾水 他一定会一头雾水 A等于3是什么意思 会城市的人一定会这样跟你讲 这还能有什么意思 A等于3这么简单就是A等于3 但是没学过城市的人跟有学过城市的人 在这里认知是有差异的 A等于3 像我最初学城市的时候 这一点我就有卡关 25年了我居然还记得真是神奇 在逻辑上面呢 一般的城市菜鸟会想 在逻辑上面如果A等于3 就A是3的话 A等于3就是处嘛 就是真的嘛 如果是 A不等于3 那A等于3就是假的嘛 对不对 这个对数学来讲 所谓A等于3不就是这件事吗 但是是这样吗 在城市里面A等于3是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问出这个问题 你能够告诉他说 我认为是这样 他就有办法回答你 告诉你为什么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问不出来 他一定就会觉得 你根本就是来闹的嘛 OK 所以要常问问题 对特别对于那些已经会城市的人 你要问对重点 这里A等于3的意思就是让A变成3 所以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A只要在他还没被改变之前 他会一直是3 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上科老师的课 他没有解释这个东西 那是因为他学程式已经太久了 他其实已经忘记说 你到底为什么不懂A等于3呢 但是一般老师也不会讲到这个 我是刚好想到所以我提出来 我也不见得每一关卡关我都有记住 好这一点呢 在像Java C C++ C Sharp Python Ruby JavaScript 都是成立的 有这么多语言吗 还有更多语言白白种 那Pascal我印象中他的等于 其实真的是判断逻辑判断的意思 那R呢 R的等于是用键号 那所以Pascal的指定就是这种 让A变成3的这种Pascal的语法是2点 这是比较特别 但是这个语言现在也没什么用 所以就不用理他 但是R R现在是蛮多人用 所以程式跟数学是有点不一样 你不要看到A等于3 就觉得 那这是一个 如果A不等于3的话 就是怎么样 那不是这样子 所以程式是不是就不用学数学呢 如果你碰到的是半吊子 他会跟你说不用 如果你碰到的是那种研究很深 而且他是有在做一些 研究方面的东西的 他就会跟你说这很重要 数学对程式很重要 但是呢 对于没有做研究性质的东西的人 数学对程式好像不太重要 要看你碰的领域 像影像处理就用了很多数学 复利液转换 小波转换之类的东西 那数位讯号处理更是 Z转换之类的 那甚至呢 有太多太多数位讯号处理里面 像如果你要做语音辨识 那里面的数学很难 影像辨识 那数学很难 而且这都是人工智慧不成熟的领域 所以人工智慧里面用的超多数学 但是什么叫人工智慧 就是让电脑变得跟人一样有智慧 这就是人工智慧 但是当然他就很难嘛 而且人工智慧不可 到目前为止呢 绝对是不成熟的 而且他最好不要有一天发展成熟 万一他有一天发展成熟了 各位有看过《駭客任务》吗 那些人是被养在 养在那个 对一个插管的上面 对不对 只是为了要吸收他的养分 那为什么他还活着呢 因为电脑主宰了世界 但是呢 那个电脑需要他身上的一些元素 所以让他这些人活着 但是让他们活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面 他们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假象 如果人工智慧真的可以很成熟 那人类会灭亡 那个世界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成熟 你做研究很好 你努力做也很好 但是哪一天如果你发现说 我可以做出这样的程式的时候 那你应该事先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很好 好 所以有些地方会用到数学 那什么地方还会用到呢 布林代数大概是最初等的程式用到的数学 但是他通常是用来设计电脑的硬体线路用 像卡诺图我们用来做线路化解 但是这里其实是比较怎么讲 就是说在程式上面你不一定要会布林代数 你就可以学的 不一定要先学布林代数 但是各位好像这学期可能还有一门课是数位逻辑吧 有吗 那个就是里面一开始就是布林代数 所以你都会学到 好那 在设计数位电路 像刚刚数位逻辑就在设计数位电路 设计数位电路的时候 其实用到的数学就布林代数很简单 0与1 0和1的世界对程式人来讲是很熟的 他是很简单的 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不见得很简单 可是事实上他是很清楚的 一刀两断最清楚的 可是有一些世界是不那么简单的 像我们是志工系 我们的领域通常就是0与1而已 去隔壁系楼下的那个电子系 你会看到他们学的数学 哇他们要学好多数学 他们学的数学是什么呢 工程数学 他们有微积分 然后工程数学 然后呢微分方程之类的那种东西 那 那个对他们很重要 因为他们的世界不是0与1 电子系的世界是什么 电子系的世界呢 是电容 电感 电阻 电晶体 那这些是电子系的世界 但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基本更基本的东西 我刚刚讲没讲到 可能大部分的人从来不会想过那个东西 也是电子世界的一部分 因为太基本了你想不到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念志工系的同学 或只是念电子系的同学 刚刚有两个念电子系的同学 对不对 在哪里啊 说一下 除了刚刚我说的以外 还有哪一个更基本的 对电子系而言 对电子系而言 想不出来 还有一个同学电子系的 是不是想不想不想得出来 其实你们一定都知道 只是你们绝对不会想到那个东西而已 我刚还有讲电阻我讲到了吗 好那电阻我讲到还有什么 最基本最基本的 电流 对那是很基本 但是那个是你看不到的对不对 你看不到你碰到会被电到 那我说的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非常基本 你可能没有想过 就是这个 线 电子世界的最基础其实是线 线 导线 导线 它不一定要是电阻器 就导线 所以电子系的最基本最基本 其实是线路 只是大家不会去想到这个 只会看到电阻电感电晶体电容 OK 有想到这个过吗 导线其实是你们世界里面最最基本的元件 好 好 那 所以他们的世界比较复杂 他们有电位 对不对 它不是零语一 我有五幅 50幅 像皮卡丘的十万伏特也可以啊 所以那个电子系的世界是比较复杂 因为它是类比的 那 城市 如果你玩电子 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域 是很难的 高职大概碰不到 大学几乎也碰不到 到了研究所你真的专修电池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碰到它 但大学会开电池学 但大部分的人都学不会 里面的数学超难 它用到张量 那那个部分是很难 那这些和城市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你不需要学会什么数学才开始写程式 你今天回去就可以开始写 你今天上完柯老师的课 你回去就可以开始写 柯老师上了什么课 不见得他今天就有教到各位写程式了 但是柯老师应该会用教科书 你可以照那个教科书呢 去练习 先看完 然后呢做习题 看完做习题 建议各位呢可以整本先看一遍 看不懂没关系 当小说 当金庸武侠小说来看 也可以 那你就直接开始写吧 直接写 所以到底要不要学数学呢 其实你写基础程式不用 写研究性的程式就会要 我很快带过 这些是我们系上可能会需要开的数学 微积分 现金代数 离战数学 几率统计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 但是我们没有开这门工程数学 电子系会有开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修 但是也不是必要 因为我在微积分的时候 会把我们需要的工程数学讲完 OK 现在如果需要下课的同学可以先离开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可以先离开 那我想把这份头影片先讲完 OK 好 所以呢 线性代数其实对程式蛮有用的 因为像有一个软体叫MateLab 它其实也是一个语言 一个程式语言 那它就是用矩阵在做基本运算 像我 教几率统计的时候 我用一个叫R的软体 它里面也可以用矩阵当基本运算 所以线性代数就是研究矩阵的那个学问 好 那几率统计呢 像SPSS跟SARS 这是比较多人 在学校可能会学到的 特别是气管系之类的 社会领域的 他们会用的这个 但是呢 我不会 我不会去用这个 因为这个都要钱 要钱的东西 我不会去用这个 我都用不用钱的 开放原始码的R 开放原始码的R 不会比SPSS和SARS差 甚至更强 那你会发现我用很多开放原始码的工具 包含现在我在录影 这个也是开放原始码工具 还有我教各位动画 用Blender 也是开放原始码工具 那 数值分析跟程式有没有关系 有喔 数值分析其实就是程式 它是研究怎么用程式来解数学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就是程式 数值分析要归为数学课 其实不太对 应该是归为程式课 OK 那再来呢 微积分 真的微积分 跟程式的关联比较小 所以我们这门课 其实跟程式的关联是小的 反而由我这个专上程式设计的老师来上 不过也有好处 因为像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微积分是数学系的老师来上 他都在教我们有关于数学系观点的那种 让你了解定理啊定义啊 然后证明啊之类的那些东西 那最后都用不到 我教的东西呢 会尽量朝可以用到的方向走 虽然有点困难 好 那我但是微积分是工程数学的基础 我们这门课也会教工程数学 那工程数学对写程式有没有用呢 其实是有用的 复列转换在影像处理很有用 而且在讯号处理很有用 JPEG刚刚你有试过 可以压到二十分之一 就是用这个转换在做 只是他是用cosine transform 就是叫余旋转换 离散余旋转换 那控制上面有很多数学 那高等的机器人控制都要用到数学 Google自走车 那个用很深的数学 那个可不是一般的 那你一定会想 那你可以说 有没有让我看到这个数学嘛 对不对可不可以看到 这个就让你回去看 这边不讲 没有时间 而且要看影片 你回去看 这个四轴飞行器 这个真的是神座 那非常强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你Google一下四轴飞行器 就可以找到 四轴飞行器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他那个神乎其迹的四轴飞行器 是怎么 是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强 背后全部都是数学 OK 那这个就请各位回去看 那你可以 不一定要点这个连结 直接Google四轴飞行器 就可以找到 因为我这边没有网路 没办法给各位看 好 我们今天就上那边 下课 是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